被封了24小时 被封了24小时 封了24小时 这个反正也没办法 那些人能知道我在这吗 他们能知道吗 我发了一个抖音 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看到 被封了24小时 然后去另外一地方 怎么弄呢 他们能 能知道吗 他们能知道这个地方吗 我无所谓 这里面我也我也我也 我今天我说 我说到这了 我也就就 我本来啊 都知道吧 能知道来吧 能知道来是吧 那行 那就这样 我现在呢 给大家来分析一下 李铁 李铁整个就是前五场 他的指挥 他的 他的这个 排兵布阵 有什么样的一些 瑕疵 或者是问题 或者是失误 我记得在四十强赛结束之后呢 李铁就说呀 十二强赛 跟四十强赛会有区别 包括在球员的使用方面 其中特别提到了一个人 叫李可 因为他知道四十强赛 你赢的 关岛 马尔代夫 包括菲律宾 虽然说 李皮没赢菲律宾 但是不代表着 中国队没有能力 击败菲律宾 不代表着 中国队能力 在菲律宾 平起平坐 不是 中国肯定要高于菲律宾 唯一的对手是叙利亚 但是叙利亚呢 是早早出现 所以叙利亚最后一场 对中国 其实 就是那么回事 所以中国队呢 凭借一个成绩不错的小组第二 拿到了十二强赛 但是在十二强赛 这样一个舞台上 其实就没有什么 真正的落队了 落队他也冲不出来 所以李铁最早认为 十二强赛和四十强赛会有区别 那么这个区别一定是 对手的实力要更强 比赛的节奏会更快 攻防的这种转换 会更加的这种升级 所以他想到了 有人要评论是吧 那我就都打开 都打开 因为之前有人骂嘛 所以我就设置了一下 我现在都给你打开 行吗 所有人 所有人的评论 不用关注一百天 就是所有人 行吗 你粉不粉我都可以 行吗 我现在开了 我现在开了 所有人都可以 你想骂就骂 那么 我认为呢 这个总体方向是对的 总体方向是对的 但是呢 我不得不说呢 就是比如说他想调的李可没有来 受伤了 李可 那么还有呢 就小摩托 其实谁都知道 如果李可这个规划的能够在中场出现 他的防守的硬度 那肯定是有所提升的 虽然说他在国安队也一度 也不见得是绝对主力 但是他毕竟他有这个比较丰富的 这种这种所谓的比赛的 这种或者是实践吧 等等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小摩托 这个小摩托呢 他当然是反击的一把利器 理论上 如果有小摩托 骆国父肯定不会带 这是肯定的 因为你规划带的多 你不让上场 有的上有的不上 这个事就会越来越复杂 但是小 但是小摩托的 这也不知道是怎么着 是临阵脱头啊 还是说是精神崩溃啊 反正总而言之的小摩托没有出现 你想象一下 如果是当时的艾克森状态不错 有吴磊 有小摩托 然后再加上一个李可 再加个吴锡 就说他整体的这个 硬度 阿兰 软 软一点 骆国父当时肯定认为是踢不了的 骆国父肯定认为踢不了的 你想如果有小摩托 骆国父凭着 九次联赛出场 踢补 没有一次首发 平均每场踢三十分钟 他是踢不了的 是踢不了的 但是呢小摩托的没有来 李可的受伤 小摩托的受伤 这个实际上 中国队的 这个中前场的阵容就薄了 就已经薄了 所以才有着戴了 骆国父和阿兰 甚至是阿兰 因为这两个人 本身呢是功强首弱 他们在国家队这两个月 说实话真的改变了很多 我不是黑他们的人 因为我要是黑规划 我就连蒋光泰连艾克森 你说艾克森踢成这样 场场不怎么进球 我也没说过艾克森 因为我觉得他很努力 而且他在前场 他也能强强 无非就是进球 可能会难一点 但是这个你先防守嘛 进球总会有机会嘛 但是呢 李铁呢 一直没有放弃一个什么梦想呢 就是高位兵抢啊 后场组织船空啊 就这些个其实坦白说 跟中国队现有的人员 以及面对的对手 以及中国足球的目前球员的基础状况 是不相符的 我早就说过 中国人踢不了复杂的足球 中国人踢不了复杂的足球 短时间内 因为我们一个是技术的问题 一个是整体的一个DNA 就我们没有这个DNA 我们也没有这样的真正的心理素质 然后技术意识技能都能够随时能够展示出从容不迫的这样的一种能力 所以中国人理应就是提防守反击 但是呢 防守反击的足球在中国被认为 hopeless ugly 丑陋的保守的足球 那么请问这个世界上 穆里尼奥也算世界级的教练 穆里尼奥曾经被誉为是足球的破坏者 穆里尼奥靠百大八赢得了很多冠军 那么为什么中国人就接受不了百大八呢 理由是手也守不住 这个话是错的 世界上如果说因为手也守不住 所以就必须攻出去 那么请问这个世界上还有人 弱队打强队主动防守 如果手也守不住是一个真理 那么这个世界上是不可能存在 说我阿塞拜疆对德国 圣玛利诺对法国 然后这个 这个这个什么 哈萨克斯坦对对英格兰就不守了 因为什么手也守不住 别就别拉黑了 就让他们骂吧 好吧 让他们骂吧 反正我今儿我说了 我到三点 我这个人我要么不说 我说了我就做到 很多人不了解我 他们不了解我 他们就会认为我这个人是一个 坑蒙拐骗的 忽悠的 然后呢口若悬河的 就玩嘴的 其实他们不了解我 真正了解我的人 他们是真怕我的人 反而骂我的人 在我面前耍牛逼的人 他们是不了解我的人 真正了解我的人 是比较怕我的 然后开始使阴招的人 他们了解我 上来就骂的人 他们不了解我 他们不了解我 所以呢 我一直说 中国足球到现在为止 根本没有解决一个自身定位的问题 你定位不轻 你就没法设置相应的记战术的打法 同时中国人也从来不认为 一个国家的足球风格 跟一个国家的足球文化 历史 人文 人性心理 社会 经济 教育 相关 他们认为 他妈的 中国足球就是一个兔的肉 跟猪肉炖就是猪肉的味 跟羊肉炖就是羊肉的味 其实不是 中国这个肉 是很特别的一种肉 它跟谁炖 都不见得跟谁的味 只有自己的味 因为中国文化的特殊性 在世界上 也是少有的 所以我们的足球这些年 学巴西 学荷兰 学德国 学英格兰 学科罗地亚 学西班牙 学来学去 学一把屎 到现在为止 你也不知道 李铁的足球思想 是从哪来的 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高红波 是从哪来的 不清楚 你甚至你也不知道 杨晨是从哪来的 不知道 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渠道 有可能是 有点德国 加点英国 再来点法国 所以沈祥福当时 已经是五十来岁了 提出的前场学 荷兰 中场 前场学 巴西 中场学 荷兰 后场学 意大利 是吧 他这个想法 你说 对不对呢 也没什么 不对 但是呢 他是 他是 没有 是难以 做到的 中国足球 学谁都学不了 学谁都学不了 你相信我 中国足球 学谁都学不了 就跟中国防疫 学谁呀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学谁呢 学法国大革命 还是英国的工业革命 还是什么 中国的改革开放 学谁呢 学谁呢 学印度 还是学美国 还是学澳大利亚 中国的特殊文化 是不可能学任何的 最多是个结合 马克思列宁主义 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相结合 西方的什么 先进的理念 和中国的实际的相结合 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等等 只有这样 才有可能 在我 以我为主的基础之上 去形成一些新的东西 加进来 而不可能我们去学到谁 中国人学谁呀 我们有特殊的文化 足球不是那么简单 德国人踢球 德国人得劲儿 英国人踢球 那么欧洲一体化 以及欧洲的联赛的高度的国际化 它让这种风格 包括教练的这种啊 这种交流 它让这种风格逐渐逐渐的 有统一的可能 德国人踢的也有点技术了 然后西埋亚人踢的也有点技术 也一直有技术 英格兰踢的也有点技术了 和兰踢的就是大体相似了 但是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文化 就决定了我们根本学不了别人 学不了 因为别人的东西是建筑在别人的文化基础之上 我们是用别人的文化基础之上 滋生出来的思想 去让我们这个独特文化上 出生的人去接受 这两者之间 这就相当于 他们非得让羊跟老虎 生出了个虎羊 不可能 你说狮子跟老虎 还可能出来个狮虎 或者是虎狮 你让羊跟老虎结合 它怎么结合呢 所以 李铁的足球理念 是有理想化的 但是这种理想化 在随着12强赛的进展 随着国内舆论的压力的增加 出现形式的这种增加 就是 他已经 打阿曼 有后场倒球吗 没有 几乎没有 你打澳大利亚 打什么日本 打什么越南 还有点后场传导 到了阿曼 全是开大脚 谢谢 不用刷屏 没事 就说明 李铁已经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 他意识到了 中国足球 你踢不了漂亮 你别信球迷 球迷愿意看漂亮的 你也想打漂亮的 球迷只关心你赢不赢 你赢都骂你 你还漂亮 大漂亮 活着 赢 我们为什么爬雪山 我们为什么过草地 我们为什么打游击 我们为什么上延安 不就是保全自己吗 先活着吗 对吗 两万五千里长征 爬雪山过草地 多累呀 在大城市里待着不好吗 不行 被绞死了 没办法 我们为什么打抗美援朝 要咒服夜行啊 那不就是不让对方先发现吗 没法跟人家大规模兵团作战吗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敌进我退 敌注我扰 敌劈我打 敌退我追 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我们足球应该去秉承的东西啊 因为这种思想 帮着 建立了新中国呀 建立了政权呢 小米加步枪啊 保全自己 有人说这个 有人说那个 最后谁做了天下呢 那不就完了吗 什么叫丑陋 所以我早就说 防守不丢人 输球丢人 就这个道理 说句实话 球迷不可能接受 专业人士 也觉得不对 专业人也想打漂亮 所以到现在为止 中国人应该踢什么足球 都没解决 比利时 总监来了 给弄一个中国足球DNA 你把中国足球四个字 抹去 DNA 你都觉得这可能是比利时的 或者是西班牙的 那不扯淡呢吗 那不扯呢吗 中国人拿什么能踢出那样的球呢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协调性 我们对足球的认识和理解 我们的团队精神 协作精神 我们的牺牲精神 我们的配合意识 一个人是一条龙 三个人是一条虫 这不就是我们文化当中的一些bug吗 各家自扫门前雪 修管他人瓦上霜 这不就是我们的文化吗 我们很多的东西是跟足球要求的东西相背的 所以我们只能踢自己的足球 我们自己的足球可能是丑陋的 没办法 因为你得想赢 你不赢不行 足球这东西 多少人告诉我 真的 当时有很多人 那个东老师 你放心 你不一定非得每场都赢 对吧 这小孩比赛 对吧 哪有谁是长盛将军的 说这话 你可千万别信 你千万别信 因为你要输一场 马上就变 马上就变 你只有赢 你只有赢 为什么这么四年多 我都培养 把我培养成了一个胜负师 前天晚上我跟那个队 那个队是韩国教练 我真把他当作我的私敌 因为我要证明 中国人 用中国人的方式 可以赢 可以赢韩国人的方式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李铁 他在准备的过程当中 你不能说不细致 但是 我还是说 就是他的团队 不够足 不足够强大 真的 不足够 我不是说 我再重复一遍 我不是说他现有的人员不好 可能正斌的计战术的能力也不错 新风管定位球 你看这次也进球了 薛森管体能 那你洛国父 阿兰 这阵子体能能上来 那肯定也跟薛森有关系 我总觉得他还缺人 那么你说用外教吗 我告诉你 外国人 解决 绝对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 你相信我 你相信一个曾经战胜过很多外教的队 外教的一个人 你要相信我 我赢过 我不敢说无数 我赢过四五十个职业 什么职业级 A级 B级 外教 我是有的 我是有的 就是外教 恒大 一灵 外教 巴黎斯坦 我赢了 我赢了 复利 外教 日本人 我赢了 绿城 外教 日本人 我赢了 外教 相信我 外教 为什么呢 就是外教 他根本就不了解 中国的教育 家庭 文化 中国人的思维 老外的脑子 不如中国 你相信我这个判断 有没有 就是老外的脑子 不如中国 他的变通 他的事物的 普遍联系的这种感觉 他的 这个 就是有针对性的 然后随时灵动的东西 他不如中国 他来这儿就是 我在西班牙怎么教的 我在日本怎么教的 我基本上在这儿就这么教 他最重要的就是 他们专业 就这么着 你们看 日本教练来 日本教练好不好 很好 很敬业 很细节 但他就这儿 他不知道这个孩子 外边有家长 学校 文化 教育 爱好 性格 人物关系 心理 没有 不知道 他不知道 中国孩子的这个特殊性 中国孩子是可以 如果没有鼓励 一个礼拜前0比5 给他打了鸡血 给他软肋上 给他扎着 转身就1比0 我给大家做了试验 我今天为什么要打这场比赛 我就是要告诉大家 足球比赛 很多东西 心理 非常重要 正确的战术 非常重要 中国足球 容错率非常低 中国足球永远 不要把进攻或者防守 尤其是防守 要就是给他变成包产盗户 完了只看一个人 不行 一定会出问题 中国人必须得一个拴一个 一个拴一个 就你监督他 他监督他 他监督他 这是中国人才能够 才能够明白 才能够把一个事做好 如果说好 你管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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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没有联系 那么我告诉你 有一个人一打盹 一疏忽 满盘结束 所以为什么中国 古代有株连九族 株连九族 你敢犯事 我弄你九族 那就变成了 我盯着他 他提醒我 他在提醒我 他在提醒我 大家谁也别乱说 谁也别乱动 为什么 他妈 这要一说株连九族 就全满门抄斩 这谁说得了 所以这种文化是对的 管理稳定 这就有了 你要说自己管自己 那就全乱了 全国人民都骂你 和我谈荣誉感 是吧 全国人民骂我是这样啊 就是我再说一遍 就是我呢 多少人骂我 其实不重要 什么人骂我 很重要 我说了一晚上了 你呢 听不进去的呢 也就听不进去了 所以你就可以走了 你可以到别的地方 四处骂 我也管不了 但我请你呢 就不要在我这儿了 因为 因为我都说到这儿了 你还是认为我有问题 你还是认为我是错的 那么你就可以继续骂我 就完了呗 咱们就一排两散呗 你说呢 是吗 对不对 你说你非得在我这儿骂一句 也行 骂完了就走呗 我给我 就是我再说一遍 那你要能说呢 当年布鲁日 是叫布鲁日吧 布鲁诺 布鲁诺说地球是圆的 最后给绞死了 全世界人民都骂你 对吗 所以我就不说那个 陈芝麻烂骨子 就是什么真理 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我就不说了 因为没什么意思 对吧 都是成年人 能听懂的都能听懂 听不懂的 你就认为我有黑幕 阴谋 我故意打压规划 是吧 影响了你心目当中的 民族英雄岳飞 对吧 洛国富的形象 那么你就骂我就完了 但是我希望你呢 就走就完了 为什么骂我 我现在不知道 为什么骂我呢 我想可能第一 我骂球迷 不懂球的人 是球王二级管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原因 因为咱们分析一下 我把我说的事说一下 就不该带洛国富 这是有一个语境 这是有一个语境 对吧 这是一个 我早都说过了 算了 爱骂就骂 好吧 爱骂就骂 我听我说 我真的不怕 你骂我也不会怎么样 无非你自己痛快 对我丝毫没有影响 你可以继续骂 没问题 好吧 没问题 有人说 我今天我要看看 你怎么被骂 在被骂下波的 兄弟 我虽然不是什么 什么人物 我有我的动物 我有我的性格 我是领北被打死 我不会被吓死 我要被吓死 我能把左小将干到今天吗 你想想 你自己想一想 我能凭借一己之力 我能四五年的努力 我把中国组小将干到今天 干到北京 干到清华附中 百渔场的国内的比赛 我击败了所有职业俱乐部 我能干到今天吗 我就早吓死了 中间经历了很多的磨难 有不信任 有没钱了 有要崩了 有要走了 有人走了 有人来了 中国平球第一人 虽然说文无第一 无第二 我说过 那么我想问问你 咱们说吧 懂足球技术战术的 不是咱们说 有职业足球经历的 我比他强在哪呢 我比他强在文化 对吗 有文化的 我比他强在实践 我的比赛是实打实的 那么你告诉我 你现在能够看到的所有平球的 在过去的四年当中 打了多少场比赛 代队打了多少场比赛 你现在所有看到的 所谓平球人当中 谁每天在训练场上 谁每天在研究技术战术 谁每天在发车 跟大家分享三个小时五个小时的足球思想 告诉我 谁 业余比赛 可以 业余比赛 谁呀 我现在 我说句老实话 很多的平球的人 真的不如一些年轻的 在有一些媒体上开始做基战士分析的人 原来的那些人 所谓的知名的足球评论员 或者是几说员 他们真的在对这件事情的认真程度 钻研程度 思维理念的更新的进度 真的不如那些年轻人 我说的是实话 我也不具体特指谁 因为这个行 要混 其实很好混 很好混 因为已经有了名气了 对吧 平台也认 大多数的球忙二级馆也认 有这市场 有这流量 谁管他说的什么内容呢 多少年前 我愿意讲一个故事 很多年前 中国的足球主席叫棉维四 当然他也 最后也没把中国足球搞得怎么样 当时中国兴起了一个足球解说员 评论员 叫张璐 张志导 其实你说 你说叫他张志导 张志导从来没指挥过比赛 对吧 但我很尊重他 但是张志导带过什么队打过比赛呢 也许就是业余队 也许 所以张志导当时出来 确实风格相当清新 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 技术战术的一些分析探讨 但是张志导那时候就会就会说这个米兰米兰的这个今天打的三中位呀可能有点问题 他应该还是打四两后倍更好 然后呢就类似吧这种话 年为四直到有一次我们做节目就谈到了一个足球解说员应该怎么样去评球 他就说了 他说张璐评的是哪个队呀 米兰 米兰的足球在中国人面前是什么足球啊 是高的不知道多少党的足球 那么他为什么老说应该怎么样呢 他为什么不去考虑一下人家这个教练为什么没这样做呢 哎呦我当时这一听 我也很受启发 也的确 就是我们容易习惯的 这个教练这么做是错的 但是我们没有去想 那么这个高水平的比赛当中这个裁判 不是教练 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呀 那么他的道理是什么呢 我们很少去 我们只是用比赛的结果 或者是呈现 来证明他这么做是错的 但是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分析 为什么他要这么做 因为如果你要用结果去导向所有的过程 那么这个世界上就变成了呢 只要赢球所有的都是对的 只要输了所有都是错的 那事实上呢 并非如此 输球也有可能有些东西是经验 展示的不错 只不过没有打进球 或者防守的一个披露 如果他踢的很好的一个过程 结果不好 变成过程的彻底否定 那么这样的一个体系 怎么样才能够逐渐完善呢 输了 这些就错了 不能再用了 赢了 这个就对了 继续走 可是有一天这个又输了 这个又没了 对吗 所以我们不得不说 就对于足球的评判评论 我们首先要去研究 这个教练为什么这么做 为什么这么做 然后我们再去探讨 他的初衷 他的理想设计 是不是实现了 没有实现的原因是什么 是根上错了 还是人员的问题 还是临场应变的问题 所以 李铁 我们回过头来 李铁的对澳大利亚 从根上就错了 就是这是一场错误的比赛 因为当时 可能对澳大利亚的评估 出现了 出现了这个问题 对这场比赛整体形式 出现了错误的判断 就以为对方啊 只有两个团 但是去了才发现 四个师 这就乱了 你两个团 你觉得你带一个师 过去就差不多 可是你到那才发现 情报有误 对手四个师 这就基本上交枪了 对吧 你大老远的跑过去了 所以对澳大利亚就不聊了 对澳大利亚错误 错误 错误 而且后天对澳大利亚 我认为很玄 但是呢 这个数据出来吧 又挺有意思 反正总颜值吧 这个比赛的明后天呢 我们再去探讨 我先说澳大利亚 这离铁 这肯定是错的 这场球就是盲目冒进 知己不知彼 然后导致 用一个错误的 人经人的逼想 来试图抑制 对方的所谓传宗 或者是通调 因为我不让你洗脚嘛 所以无锡也跟出来 心境道理乱跑 所以后腰位是经常控 那么打日本 整体的战略是对的 整体战略是对的 防守反击 你不能说说日本不行 都输阿曼了 日本你能想象他连输两场吗 那么多那么多的 这个旅游球员 整体战略是可以的 但是就是不够彻底 五三二 就是还留着一线希望 人都是这样 当你欲望一多的时候 千万一多 就是你又想把这事做好 同时又想做那个 是需要有能力的 看看最新的阿洛的采访 什么意思 所以说米鹿可以 承认自己体能不足 哎呀 你说我受了多少的委屈 他妈的 所以 你了解我的人 比方说这些会员 你相信我老懂 老懂 老懂不是说什么神明 但是如果你几年跟我跟下来 你一定要相信我一点 我不会胡说八道 我除了开玩笑以外 我说正经事的时候 我不会胡说八道 还有一点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永远不会拿钱 说话 我永远不会为了利益 我违背我自己的良心 我五十年茅台就在这 当然周总送的 你相信我 好吗 也可能我会出错 也可能我会判断失误 或者是 我因为我不是神 但是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永远不会辜负 在人品 在 在 在 情感 对我有 有寄托的人 我永远不会辜负 真的 我永远不会辜负 我一定要去努力做到 我成为你们期待当中的 那个样子 但是也别给我太高的要求 也别给我太高的要求 那你谈谈体育报的那个评论 哪个体育报的评论 哪个体育报的评论 不是就那个姓李 那个女的 我都都不知道 我说你们为什么要非得老提他呢 我也弄不清楚 就是 我都不知道就是为什么呢 就是他对我有很大的怨恨 我以前有过耳闻 但是我觉得 他们怎么 这是一个档次的吗 你说你老那么能 我跟他拴那一块 你能相信一个 就这玩意 这玩意 能懂求吗 啊 心里都是阴暗的 都是这么整个世界都崩塌的人 你还理他干什么呢 我就纳了闷了 真的不用理了 你别他妈 你不用看那么多 就评论国足 这些综合评论国足 到我这就是天花板 我也不怕得罪同行 我觉得我五十多岁呢 我拼命的干了这么多年了 对吧 请允许我吹点牛逼 至少没有一个足球评论员 解说员 干清训 干到我这样吧 我这清训 确实是我牛逼的 一个支柱 我在做好 另外一个 就谁牛逼 能能有一万五千个会员呀 就这两件事 我就不说我五十多岁生儿子 就这两件事 请允许我吹一下牛逼 行吗 我就不说我 每天晚上去研究技术战术 行吗 请允许我吹一点牛逼 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优秀的部分 但是呢 我相信我下的功夫 比他们多 我脑子又不比他们差 我极度热爱 我又有实践 我又有这么多人 能够成为我的会员 这还不牛逼吗 那还什么样叫牛逼呢 谁现在又能不平球 又带队 又开会员 又做直播 谁呀 你告诉我 谁呀 那么李铁呢 打日本 从结果上看 零比一输日本 尤其是我是一个玄学的爱好者 日本第一场没进球 输雅阿曼 完了打中国 这球很难赢 你既不能想象着日本连输两场 你也不能想象日本不进球 其实那天呢 中国队倒是最大限度的 限制了日本的进攻 因为日本现在有一个进球 还有一个打立柱 大概其也就这俩仨机会 并没有给人感觉好像水银泻地的那种 打得你中国队四处漏风啊 没有 当然 中国队也付出了代价 就是中国队没有进攻 没有进攻 然后输球之后呢 换上阿兰洛国父 但那个时候两个人 确实 15 20分钟 那体能 因为为什么有几次突破呢 因为中国队下半场 改变阵型了 变四后卫了 开始进攻了 日本呢 第一场输糊涂了 第二场呢 打中国 一看中国也挺费劲 他就开始往后收了 开始往后收了 所以呢 可能形成了一定的进攻 但你想 连射门都没有 就证明着也没什么 谁上去了也没改变什么 对吧 要不然不就有射门记录了吗 但是打日本呢 李铁的判断 我刚才讲了 李铁对这场比赛的判断 他认为 整体计战术发挥的还可以 就是 那个球反正就是 尹红伯没移过去 然后这个王神超被突了 完了 一东纯也传中 大泊永也 卡着那个 诸神节就进了 五后卫 变四后卫 然后还可以 就是没丢人 因为你是从0比3开始的 0比3澳大利亚到0比1日本 这固然是一个进步吧 只能这么讲 因为日本也不差嘛 但是呢 那个时候 就是 洛国富上去之后 作用 阿兰的作用 有 但是马上就被放大为 你为什么不使他 受罚 因为你看 他上去 他有几次犯规 就是特别拼搏 然后 左路还有一次突破 转中 确实如此 确实如此 就是扭球情况下 巴西的规划球员 不差 肯定不差 因为他歇五分钟 他干二十秒 是没有问题的 踢过球的都知道 你在场上丢的五分钟 突然间来个球 你光光光 油炸完呢 反正就十五秒 二十秒冲完了 打一脚 把他再丢的 是没问题的 但是呢 很遗憾 那些大V 那些球迷 只记住了 他们有球情况下的 一些不错的表现 却忽略了 他们的体能 在无球情况下 给予本方防守 所造成的一些 一些漏洞 中国百分之九十九点 九九九的人 看球 是盯着球看的 没球的地方不看 这就造成了 绝大多数人 他只能记着 有球情况下的 这个队员的表现 或者球附近的 你比如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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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一 梅西 你把这个 伯阿藤给 晃一大跟头 他能记着梅西 也能记着伯阿藤 再 再远的地儿 就不知道了 没有看 没有看球 没有这个概念 所以洛国富 可能没有到位的 回来的 有点迟缓的 位置失去了 或者是 一对一逼 想被过了 他记不住 只记着 洛国富上去 光光干 只记着 洛国富上去 有一次 左路的突破传统 完了就接下来 阴谋论就来了 对吧 说上面 规定了 程序员不喜欢规划 只能上两 所以直接打压了 洛国富 直接打压了 这谁 这个阿藤 接下来说 为什么不用 没有一视同仁 没有一视同仁 这就出了 完了 舆论就完了 因为老百姓 大多数的老百姓 看球 解说员 是第一个带节奏的 就解说一场比赛 如果说你把节奏 一带起来 大多数人就听解说 明白了吗 为什么解说员 相对来讲 他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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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迷这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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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听解说员 解说员如果一带队 你看这傅欢完了 死了 所以解说员有的时候 一句话 弄一个射死是很容易的 很容易啊 一般比赛就算了 尤其是关键性的比赛 你这一句话 这个人死了 为什么呢 因为老百 老百姓 老百姓 你一提醒他 他一看真的没回事 张熙哲的回传 现在已经成为了多少 呃 我能说穷忙吗 张熙哲的回传 成为了多少穷忙 现在手上的一个梗 这个 不管是解说员说的 还是谁在社交媒体上第一个说出来的 这个人就把张熙哲毁了 当然你张熙哲踢的确实不好 我指的是什么呢 就这件事本身是不对的 就张熙哲的回传 不代表着张熙哲是排施规划 不代表 因为在那个情景之下 以上帝视角看 你都知道往哪传 但是在那种状况下 他 这个球员 是不是看到了巴西规划的 在那故意回来 不传 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已经习惯了 所有的阴谋 你就说吧 我感同身受 你在牛逼 踢出来了吗 踢出来了吗 我现在没踢出来 那你愿意跟我赌吗 那你说我怎么办呢 我现在12岁 但是我确实是 那你要是我们都踢不出来 那就中国情绪就完了 因为恒大赢我也赢过 恒大富力鲁能绿城够不够 上岗够不够 华幸福够吗 还不行是吗 那还你要怎么办呢 还要谁呢 那你说我们现在一路赢了 赢了四年也不能牛逼 是吗 那现在怎么办呢 现在谁牛逼呢 那你说谁应该牛逼呢 这些人可能他们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说 他知道我做轻讯 但他不知道 足小匠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存在 被那么多人热爱 也被很多 也有一些人嫉妒 这样的事物 一定是牛逼的事物 又有人爱 又有人嫉妒 这一定是个牛逼的事物 而如果只有人爱 不见得是最好的 只有人骂 也不见得是最好的 所以 Today I'm the best 有很多人骂我 对不对 但仍然有那么多人支持我 对不对 这就是the best 这就是the best 为什么呢 是因为人和人是有层级的 有一部分人支持我 那么与这些人相悖的那些人 必然会骂我 必然会骂我 如果我是迎合 我迎合了一群低的人 高的人不会理我 高的人说 行你说吧 对吗 我足球小将 之前去国外 对 我们赢过 也没赢过什么 对 就赢过 就赢过利物浦 就赢过利物浦 赢过马晋 赢过多特蒙德 你现在呢 现在我也不定 我出不去 你出不去 你怎么办 我也不是不想跟他们打呀 对吧 那我们只能在国内提了 对吧 我们的那个办公室呢 奖杯 就好几路 反正你要是不 你要认为我在胡说八道 你在你不认可我 我说什么都没有用 我说什么都没有用 你不认可我 你认为我就是不懂 你认为我就是装孙子 你认为我就有利益 那你说何必呢 有人说晚安了 谢谢哈 咱们还聊吗 那就接着聊吧 我把这聊完啊 那么打日本这场球呢 其实就是 如果说打澳大利亚 之后就已经有人说 为什么不用规划 对吧 是吧 因为澳大利亚好像就没上规划吧 就洛国富和阿兰就没上 那么经过了几天 临阵磨枪 那个时候就已经风取越勇了 我看有人就已经带节奏了 主要理由就是 主要理由八点到现在 对啊 八点九十十一十二 一二五六个小时 其实呢 我再说一遍啊 就是 我呀 真的不把他们当作我的对手 因为我们其实干着不同的事 对吧 虽然说看上去 我们都是解说 但其实我们不一样 真的是不一样 方方面面都不一样 就是生活的圈子 梦想 包括我们的表达方式 包括我们的关注点 包括我们的内心的理想 或者信仰都不一样 很多不一样的 不是竞争对手 你要说单论就解说 我们确实 我确实是很一般的 就我确实是 就位置很一般 他们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讲这个东西呢 一般人呢 他听不懂 一般人听不懂 对吧 你给这些 就你领先受众太多 就意味着你必然是小众 你只有说 大多数人 愿意听的 能理解的 哎哎 哈哈英乐 这谁你这不懂 你告诉他 这多少多少 这多少 他就觉得这是好的 所以我的解说呢 就一般人 就是那些 就是他习惯了那波解说 他一进来 他听着就不对 我只是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责任 就大家都是千年老妖 就别再聊聊斋了 就什么意思呢 我只是觉得人 不能够 得有责任 因为你二十年证明了中国足球很多都没改变 其实很多情况就解说都没改变 就是没有人传递足球的认知 没有 没有这个思想 所以停留在就是二十年前 阴谋论 倒理 倒理 谁应该首发 谁不应该首发 还这些 还是二十年前的 为什么 因为二年前这些人就挺牛逼的 等于这些二年前就固化了 阶级固化了 boss就是boss 员工就是员工了 没有改变了 所以中国足球 连认知 就是评价一场比赛 一些基础的常识 一些基础的计战术的东西 一个教练应该怎么去比赛 所有这些东西都没有改变 没有人讲 没有人讲 都是属于口嗨 一场比赛 大家说的热热闹闹 完了 这边挣钱 那边同意开心 完了 又来一场比赛 又是 没有东西 没有新东西 没有新东西 你就即使说是某某指导 说最牛逼的 快七十岁了 没有新东西 我不是对他不敬 我只是觉得 请允许我说句实话 确实没有新东西 给受众 天前就是 熬土豆 熬白菜 土豆熬白菜 熬土豆 熬白菜 土豆熬白菜 熬白菜 土豆熬白菜 熬土豆 二十年 就这么给观众 观众吃的 挺美的 但有受众 有流量 有地位 有钱 有活都是他们的 完了 这波人家就一带一带的傻逼呵呵的球迷就培养起来了 没办法 我真不是嫉妒 我一点都不嫉妒他们 请相信我 我一点都不嫉妒他们 我有儿有女 我父母双双健康 我父母都在 八十三八十四 我有儿有女 我五十一岁生儿子 我有别墅 我也有平层 我有三辆车 我有球队 我有一万五千会员 我真 我真不羡慕他们 我真不嫉妒他们 但是我真的想说 朋友 我们都是中国足球人 我们都是中国足球媒体人 我们应该给球迷更多的积极的 健康的 专业的 阳光的引导 因为他们 真的需要引导 因为中国是足球的荒漠 中国是足球文化的荒漠 我们对于足球的认识和理解 和二十年前 没有任何区别 还是赢了 还是各种阴谋论 还是赢了就下课 还是米如也被骂 打击世界杯的也被骂 还是世界杯输完了 去了世界杯 万岁 牛杯 我们赢了 中国足球从此站起来了 到世界杯上 你到世界杯上 打你九个不行吗 沙特去世界杯一场就被德国干了八个 接受不了 又是一片骂声 本来 我们能够打进世界杯 就已经是烧高香了 就因为失败了 米卢直接滚蛋 唯一的有点成功的经验 最后因为全体人民 全体媒体定义为 彻头彻尾的失败 米卢所做的一切都烟消云散 我们又进入到一个轮回 三比一 赢柬埔寨接受不了 十比一赢 马尔代夫 看台上采访 一点希望都没有 真的 我看着真着急呀 中国人应该有引导 其实如果这些大V 咱们客观说 包括什么社 什么日报 如果大家真的是为中国足球好 我们通过相关的舆论 是可以形成一个更积极 更健康的一个 更有专业属性的这么一个舆论氛围 离铁的功过 足球的技术 战术 洛国富 为什么提不了首发等等 这些问题我们每天都可以给他讨论清楚 但是 有的人是不思进取 没有专业 因为混的时间太长了 太好混了 两身西服 就行 零成本 零成本 因为本来很多东西就那么回事嘛 两身西服就行 可是做清训的 两年半了 之前每天往返八十公里 八个小时 一直播也好 到微博直播到会员车 一千五六百趟 发车时间越来越长 没有些热爱 我那样做 我内心 我接受不了 这是一个人的底色 这是一个人的底色 我从来没有 我看到那些阴谋论 我都说 生活到底怎么着你们了 不都挺好吗 有的 对吧 也是都是有头有脸的 怎么生活到底怎么着你们了 能够有这样的 为什么永远都是阴谋呢 为什么都是永远都是阴谋 二十年前就说米如搭架球 怎么二十年后还是黎铁也有阴谋呢 哎呀 但是这些阴谋论 真的符合中国文化 真的容易引起共鸣啊 是真有流量啊 我去 我做抖音 我有时候能有个几千个赞 有时候我一刷刷到谁 他妈骂你铁的 长那个B样了 我操 十几万个赞 我说就这他妈东西 跟我怎么比呢 但是 他就可以 存在 林田打越南呢 我认为呢 错误就是当他换人的时候 一比零比分改变 他应该叫停 为是好 就被饶先别上 因为已经领先了 你不能按着 零比零的时候的作战方案 他当时已经变了 所以这是经验的问题 但是所以打越南呢 这感谢李田 这感谢李田 那个吴磊 这要不然呢 二比二 那李田 他说不过去了 那也可能现在就下了 大沙特 我可以说 是使用规划 非常成功的 后发是人 但是可惜 就是他上半场丢球 丢了两个 金镜到 持中国 非得在这来个 朝鲜族组合 被人断了 但是呢 其实呢 你看啊 从打完 日本 到打这个越南 之后再隔几天 打沙特 洛国富阿兰的体能 确实在恢复 你在西亚 他肯定有相关的这种 这种手段 所以他们在零比二情况下 上去之后 洛国富打击一个神仙球 阿兰助攻 然后后来洛国富也 也这个 最后差点绝评 应该说 如果从专业角度来想 这是李铁 从一个根本没有 比赛能力的队员 带着一点点练练练 然后打日本上去 反正 十来十五分钟左右吧 体能 然后再养 再养一个月 再练 然后到越南 休养生息 别动 把这些赢完之后 去磕沙特 下半场后发制人 整体这个 思路没有错 整体思路没有错 但是很遗憾 就是呢 你洛国富和阿兰 打没上 输了 你有错 你为什么不让他上 好 洛国富和阿兰 后上 也有错 比如说 后上 没有进球 他会说 你为什么不先上 先上就有可能进了 后上一进球 他说 你看 你为什么不先上 你要先上 上面他 是不是就领签了 这个 王欣欣说 王欣欣 专门说 这不能算穿越 但是有多少人相信 这个 很多人相信 很多人相信 下半场上去进球 你要早让他上上半场 他就进了 也就说 很多人不了解 上半场比赛一开始的节奏 和下半场的节奏之间的关系 不了解场上比分的变化 对攻防节奏 防守进攻 这个锐度的 这种影响 他不知道 上半场之后 体能 和下半场的体能之间的关联 对比赛的影响 都不知道 都不考虑 就是他妈 下半场进的球 上半场就能进 所以我一直在说 那么皮克 巴萨 落后一个球 最后十分钟 十五分钟 皮克上去 光顶一个 最后绝平了 为什么西班牙人 没有人说 以后 为什么不让皮克上去 以后 咱开场就让他上去 没有 为什么 让人的理解 这东西只能是一个战术 今儿使成了 明天也不能使 就跟你 到街上 有点闲钱 买一张彩票 中了 可不是说 从现在开始 每天都去买彩票 我说的对吗 手足带兔 中国人认为 手足带兔 走着走着 叭 兔子撞上了 卧槽 开始在等了 等下一只兔子 可是这是变量 克州球界 克州球界吗 两个月前的 今天的洛国富 等于两个月前的洛国富 时间这个轴没有 直接就来了 你说 你说就中国 在 你说这是足球的事吗 我认为不是 我认为这不是 我认为这是整体教育 就很多人 因为他怎么看待足球 就会看待 怎么看待生活 他真的是一个基础教育 真的是基础教育 对吗 就是静止的看待问题 然后 他们呢 有很多人呢 既不信专家 他其实信的是自己 就是 有的是先入为主 他一下就 一下就认为 这事就这样 就不能改了 比如说 李铁就是要黑规划了 这件事 只要他第一个 接收的信息 只要第一个 接收的信息是 李铁 黑规划 他当时 就接受了 嘣 锁住了 就再也不改了 再也不改了 然后就 按照这个 这个 这个方向 接收所有 信息 别的 就根本都 屏蔽 全部屏蔽 开骂 因为他第一次 接收就是这个 会儿子 达曼 米卢 米卢的评价 我认为很客观 利铁的坏人 应该是换到了 因为 因为在当时 因为在当时你是领先的情况下 厂上好像并没有出现太 并没有出现太大的波动 稳一点会好 但是呢 就是咱们想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我们顺着年为四之道的 那个想法 我认为呢 打阿曼这场比赛 离铁是有一个理想的路径 就理想的 取胜路径 就是第一 你看阿兰洛国富 体能恢复的不错 再加上这场比赛又生死战 不可能在后发之人了 先干嘛 争取能够先拿分 争取能够拿分 果不其然 中国队还真拿分了 无美 二十来分钟吧 还多少 真近了 所以这个时候 就已经进入到 离铁的一个 以之前的一个理想路径的通道了 但是既然 这个理想路径的通道 一定有后续 这个后续就是 我们先踢 上面长 投一个好 接下来看 下面长开始 我们先稳住 踢到大概六十分钟左右 看一下 有可能那时候一估计 阿洛可能不枪 另外徐鑫 为什么离铁说 徐鑫超出离铁的预期 就是他可能会认为 徐鑫呢 踢到那时候 年轻队员第一场国际比赛 踢着踢着 可能踢到六十分钟 能扛动着就不错了 这时候得换人 要换两个换 为什么呢 这是有战术目的的换 你要光换一个 他不解渴 什么呢 要配着 配着 就是要给你点水 再给你点茶 一个口水 一茶 配着 或者一个点心 加一杯饮料 吴兴涵 因为以前 他现在是吴兴涵 吴兴涵四十强赛 都是主力 投两场也是主力 后来崩了 崩了之后 就没了 后来缓过来了 缓过来了 准备 阿洛一销 他主观认定 他到六十七 绝对到顶了 我也认为 其实洛国富 在被换下厂商 之前的那一个 七十米的回船 回防 其实是 回光返照 就是比较科学的判断 他到那儿 确实没劲了 当然 你可以给他一个 新的富裕 就是说 你把他顶到最前面 你把他当塞索 就让他歇 歇五分钟 冲一拨 可以 因为 一个人大体上 不防守 或者是 让他沾一个人 沾一个后腰 剩下 往回走一走 这是可以的 这是可以的 但是呢 我说了 我觉得 离铁 进入程序了 就是你永远不要忽略一点 打完沙特 回到中国 一个月时间 他要打的比赛 其实是阿曼 没有阿曼 后边澳大利亚 都是扯淡 所以他用一个月的时间 天天的研磨的 就是怎么打阿曼 这就好比 我们当时 去西班牙 要去打拉马西亚 啥懂路 现在还有人骂是吧 这事啊 也掰不过来 因为确实骂我的人太多了 而且有的人 他好面子 对吧 他好面子 他老说我将 其实很多人都很将 他听我就是 他就主观上排斗 他说的不对 他说的不对 他肯定是瞎说的 你千万不要信他的 他一定是错的 你骂你啥 你骂骂骂骂他 他是这样的 就当有一人告诉他 世界地球 是圆的的时候 原来认为 原来认为地球是平面的人 是不能接受的 不能接受 不可能是 不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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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有些电视剧里边 两个人恋人 但结果一看是同富一亩的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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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就是他不能接受 行了吧 张玉玲提了 行不动你不换 跑七十米你对 这个事 所以我说呢 他这个换人呢 就是他是一个程序性换人 就是他过去的 这一个月 想这件事想的太多了 尤其是领先的这个预案 就是他 我在普及一些的知识啊 就包括我们比赛都会有预案 一比零领先 上半场零一比零 上半场零比零 上半场落后 都会有预案 上陪上他 什么时候弄他 辩证或者都有 我相信李铁的教练组一定有 这是必须有的 所以上洛国 下洛国富 下徐星 上郝俊敏 上吴兴涵 其实就是在预案里 但是 你说没有 就是人无远虑必有近优 他有远虑了 他考虑的很远 但是 还有一个 随机应变 但是 所以说 这件事呢 归结 就是从大便上看 当时 比如说 换洛国富是可以的 或者你把张玉宁换下来 或者你把阿兰换下来 对吧 然后呢 让洛国富 比方说顶在前面 张玉宁再 回来抢一抢 其实我告诉你 如果要是我 我当时首先换的是前腰 为什么呢 就因为我知道 十号一上去 必须得找一个人 就吃中国 金镜刀都行 金镜刀没上名单 就吃中国 直攻画阿兰 就让他盯着 因为你领先吧 你先把十号冻结住吧 当然 我说句 我说句 掏心窝子话 因为我跟会员 复盘了 对阿曼的比赛 我说句实话 咱们实事求是的讲 其实好军民 和吴星函上去 表现并不差 并不差 但是足球比赛就是这样 就当你换人了 最后你又丢球了 你必然 要承受 说你这个坏人 是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从实际的 比赛来看 其实 他俩上去之后 比如说在进攻端 还是弄得有点 风生水起的 吴磊那个 无人防守下的投球 阿兰的一个 半单刀吧 吴星函还有一脚射门 可以 最可惜的是 吴磊那投球 那个球要进了 二比零 就是 离铁就完美 完美 有人说那可能不该换 或者 赢不赢 赢不赢 所以 足球比赛 有的时候就是 你不得不承认 就是他有些东西 很玄妙 你比如说 李铁发的那个朋友圈 什么足球就是这么什么 足球就是这么奇妙还是什么的 我依然热爱他 其实他的 我能知道他表达的是什么 他表达就是 不走运 他只能用奇妙 他不能说 足球这么残酷 他要一说残酷 那意思不就让人猜出来了吗 什么残酷啊 你觉得你输了 你该赢了 你输了 你觉得你残酷了 他又该骂爱骂了 他就用了个奇妙 magic 我承认 就是我讲的这些东西啊 其实对于 很多的白嫖党 是超纲了 吴星函给了多少钱 是吧 你看 吴星函给了多少钱 最后又都是钱的事 是吧 黎铁给程序员钱 程序员给狗中文钱 然后吴星函给黎铁钱 吴磊给我钱 我不骂他 然后我给黎铁钱 将来进小将 然后会员给我钱 我开播 然后我给鸾尘钱 他当托 然后我给 我还给谁 我 我给 我没给 我没给球迷钱 所以球迷骂我 许家印给了这些大V钱 所以他们 骂黎铁不用 规划 就是 如果我们用阴谋论来去解释 这就通了 是不是都通了 是不是都通了 就是为什么那些大V带铁动 要黑 要黑铁铁呢 是因为铁铁不用 不用规划 不用规划 那你规划 那不许家印白花钱了吗 所以许家印就开始 弄 让大V开始骂 骂骂骂铁铁 对吗 后来我冲出来了 我冲出来了 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给铁铁钱了 我给铁铁钱了 或者铁铁给我 我给他 你都行吧 他给了我 我也给他了 我们要干嘛呢 就是将来呢 我的小将啊 得进国家队 李铁帮着收一下 所以我得替李铁说话 对吧 然后呢 吴磊大家都骂他 我不骂 为什么呢 因为吴磊给我钱了 吴磊给我钱 吴磊给我钱 相当于交了保护费了 我怎么骂他呢 我不能骂他 是吧 然后我呢 是给谁钱了呢 反正我是 我是给鸾臣钱了 让他给我当托 鸾臣 鸾臣说 后来我说不对啊 鸾臣 你他妈连我 你吸粉了 那对 鸾臣说 对对对 那大哥 是我给你钱 所以鸾臣给我钱了 对吧 鸾臣给我钱了 然后我拿这笔钱呢 我是 给 我是给 我是给了 我是给了卡纳瓦罗了 对吧 卡纳瓦罗 我说你 你得说说 洛国富当时体能怎么样 卡纳瓦罗拿了钱之后说了 说洛国富都不是合格的球员 哦 完了 可能卡纳瓦罗拿完钱之后呢 说完了就走了 没了 后来我一看 就还那么多骂我 我还剩点钱 我就给米如了 我说老米 我说老米你接受什么 百度采访 说你得说一下 铃铁 这个 这个什么 铃铁 铃铁 这什么 还有什么来着 还有什么来着 反正 反正 这都是钱 肯定的 都是钱 肯定的 不用说 肯定的 李铁说 什么 米如说 李铁换人 米如说 李铁换人是对的 但时间不对 所以这就是 李铁的 前面 这里边有 但是他对于阿曼 他已经放弃 美丽足球了 后场传导 几乎没死 没有 严俱灵光光开大脚 打澳大利亚 我认为 就上王那雷完了 如果他没伤 真的 就严俱灵这么下去 反正也是该进的都进 对吧 你要有个大雷呢 没准 是吧 快速发个反击了 或者后场 或者说大雷个儿又矮 说万一 人家就要拿高球怎么办 反正也比较难 也真的比较难 对吧 你看 我就说了吧 这个 你看 他不愿意相信 他就认为 阿洛的采访 是李铁逼着他说的 这肯定 我都能想出来 就是他认为 一切的东西 就是这么回事 就是李铁阴谋 打压 洛国夫 凡是与此相 不同的 甭管是当事人 还是什么 他一定会找出辙来 就是 人情世故 都是逼着的 就是给面子 老米 说李铁 不要在意 因为当天他没骂我 人情世故 老江湖 没有用 刘建虎也给钱了 对啊 刘建虎也给钱了 你看直播我也看了 谈的问题 避重就轻 转移话题 中国足球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不是动动嘴皮子就好了 现在的问题是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错了 是不是该给洛国夫一个道歉 他还让我道歉 我都不知道我道什么歉呢 我道什么歉呢 就是道什么歉呢 我就不明白 这道什么歉呢 我是 我是两个月前 我说就不该带洛国夫 我是重复的一个人的话 也是想的 意思就说什么呢 就正常情况下 如果是二十五六个人 就不会带的 因为他当时确实不具备比赛的能力 这帮呢 反正就揪住这句话了吧 对吧 就揪住这句话了吧 他们反正就是 他揪住你的 他怎么说的都忘了 是吧 你问他艾克森呢 你不是说三个外员同事首发吗 那艾克森没上 怎么不骂呢 他就 他必中救星了 我没有必中救星 我每句话 我每个我都 我都说了 我都说清楚了 他们听不掉 行了 这个 这个 有人说打代数怎么打 你 我说实话 我真的 我真的不关心胜负了 当然 如果 我能理解球迷 就是 只要有比赛 就盼着赢 但是我就想问 就是说 当你看了澳大利亚和沙特 比赛 你在看中国跟阿曼的比赛 就说即使有一天我们赢了 就是后天我们赢了 这东西能代表什么呢 是代表着还有希望近世界杯 还是代表着中国足球现在很厉害 可以干代数什么的 这种差距是显而易见 而且不是 不是一简简单单 也可能中国就输一个 就像越南跟日本也输一个 对吧 阿联酋跟韩国也输一个 但它不是一比零的差距 不是 不是一比零的差距 所以就是你中国足球最大的问题 就是现在没有实力 就等于说每次都是完成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到十二强赛就已经可以了 到十二强赛就是我们的世界杯 我不早就提了吗 因为有规划 规划 这蒋光泰很管用 还有谁呢 洛国富 你要说洛国富就这作用 都值得欧哥 那李铁十一个进球 为什么他们还被骂呢 为什么呢 你谁能告诉我 这李在哪呢 我操 这个道理在哪呢 吴磊从四十强赛到十二强 十一个进球 十三场 十一个进球 挨骂 然后洛国富就推了一场 进了一个神仙球 半场球 然后这次首发 打六十多分钟 然后也没进球 也 完了 民族英雄 这他们差距是不是也太大了 弄不清楚 真是弄不清楚 阿兰各方面 跟马内一样有病 是这样啊 阿兰呢 他的拿球确实很好 他的防守呢 李铁给了一个任务 就说呢 这个你啊 把对方后腰 给安住就行了 按住 所以阿兰也在防守当中 也很尽力 包括几次也回到进去之内 但是你说 阿兰跟什么 马内一样有病 是吧 不是 你是不是 不是 我知道马内是谁 你别蒙我 那当年呢 当年啊 克州求健的时候 是吧 那不用当年 你就说 刚来广州恒大的时候就行 那吴磊当年还干巴萨呢 哎呦 也奇了怪了哈 你说他妈的 这些人是克州求健 他怎么吴磊不克到巴萨那 怎么吴磊这一下就克在 克在西班牙人上这呢 单刀不尽了呢 说吴磊不挨骂的人 去他微博下看看 所以这帮傻子就是 我给你讲 有的人是这样的 就是他没看见 就二极管是这样的 他没看见 这事就没有 就他不是说 哦 有可能我没看见 或者我没听到 就是他没看见 他就是 这事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你 我没看见 就我没有 就是你问 他看见厕所 这怎么只有男厕所呀 女厕所在这呢 因为他只看见男厕所 这怎么只有男厕所呀 这就只有男厕所 那这女厕所 没看见 没有 没看见就是没有 没听到就是没说 明白了吗 没听到 我没听到 你说完没听到 那你就 你就没说 所以我说实话 就是 我觉得这不是足球的事 这真的不是足球的事 就是如果没有足球 我也不太可能去翻看 就是这些人评论别的 我也不会接受那么多人 给我的这个 这个这个留言的 或者谩骂 我认为 这不是足球的事 费南多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伤了吗 就是集体无意识 所以其实我说句老实话呢 也能理解 就是你比如说 就是类似于这种 他们也不见得坏 他们不是坏 就是他们没有人引导 你知道吗 就跟 哎呀 就是没有人引导 他们接受的东西 又都是负面的 他们的生活 又不是那么积极的 生活的处境 可能也比较艰难 所以也没有受过 什么太多的 这个教育 所以形成了一个 就是很 哎呀 很局限的思维 就是钱 阴谋 利益 客州求建 手足带兔 然后再加上这些 大V 或者是引导 你看他们有的时候啊 他 他问我 新华社 批无垒了 或者批铃铁了 人民日报 批铃铁了 你看他又开始信了 等有一天 如果新华社 人民日报 说的东西 跟他想的不一样 他马上就会变 说你们这 他们官媒 你们都是胡说八道 根本不能代表人民 人民 人民 就这样 所以 我想说的是 有的人留言 说你得想想 为什么全国人都骂你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想过 如果全国都是这样的人骂我 那不恰恰证明我是对的吗 你想如果他们都是对的 这个世界还有王法吗 还有法律吗 还有客观规律吗 还有客观规律吗 就这些个人 他们骂我 连逻辑都没有 客收求见 常识的没有 逻辑没有 也积极的心理心态没有 他们骂我 十一人 又奈何呢 能证明什么呢 能证明什么呢 能证明这十一人是对的吗 所以可悲的是呢 可悲的就是我们缺少一个正确的引导 那么什么造成的呢 不思进去 真的 就是没有新的追求了 其实就是混钱 真的 你别看我 我说带货 我是真有追求 我是有十年后的梦想的 我是有八年后 十年后 我想实现什么的 我是有梦想的人 I have a dream 这可能是跟绝大多数区别吧 你问他们还有梦想吗 我有 我真的有 我为此每天 都在这努力 所以有梦想 你就会努力的付出 你付出 你就会有收获 你辛苦的耕耘 怎么能没有收获呢 你又不傻 你又有基础 双后腰 4-4-2和5-4-1比赛 哪个防守更好 这个东西 说实话 你说他同样的5-4-1 他也有不同的呈现呢 那你要说现在 最厉害就是切尔西 切尔西 5-4-1 孔帝的5-4-1 对吧 那就看呗 但是 你要说 其实什么阵型 其实归结可能还是实力 但是我今天就打了5-4-1啊 你看呐 小孩嘛 我们就实践嘛 是不是 5-4-1是不是赢了 4-4-5-1嘛 就拼嘛 对不对 就是有的很多人特别狠 就说 这个什么武大郎 就把武磊啊 称为武大郎 如果不是因为有合同 限制上场时间 武大郎在西亚 根本就没有 完全是商业操作 完全是行为 后来我说 他为什么这么对武磊呢 我告诉你 他们都是 爱过武磊的人 因为这些人呢 是把希望寄出在了武磊身上 因为他们就是想 武磊嘛 不是一个从中国 然后草卧里边 飞出个金凤凰 然后到了 到了武大联赛 开始很牛逼 他们深深的爱上了武磊 他们想象的武磊继续 继续破关 得债 一个赛季进他 十五二十个球 什么黄马 什么赛维利亚 光光都能进球 超过孙新民 但是有一天 他发现 武磊不行 武磊没有实现 他们的预期 他把这个当做 他自己的失败 但是他又认为 这个失败 是武磊自己 是造成的 是他不努力 他不行 他让我感到失败 所以我要挖他 这都属于 他妈精神 精神上有问题 这就属于谈恋爱 如果分手了 他能泼溜酸的人 说我主观是吧 也有人说 就是为了中国诉求 是吧 反正呢 要不就是病态 要不就是病态 要不就是 所谓 好说点吧 好听点的 恨铁不成钢 是吧 这叫恨铁不成钢 但是你这种 恨铁不成钢 它的基础是什么呢 它的基础是什么呢 它的基础 你得有一个 积极阳光的心理心态吧 有一个客观 理性宽容的 这样的一个态度吧 而不是说 就因为你是中国球员 我是为你好 我是看你 为什么不那么争气 所以我才骂你 我说你 我希望你能够进球 你也就撸老粉羊毛 他说 他说撸老粉的羊毛 他呀 其实他很希望 能够加入会员 所以我今天聊完了 再也没有会员车了 我说聊到三点 我聊到三点 因为我觉得 会员和非会员 还真是有区别 不是说这每天七毛钱的事 真的是有区别 在车上待久了 他多多少少 他能够尊重一些理性和客观 但是他们那些 咬屎觉得硬将的人 没法理 咱们就没有缘分 没有缘分 好吧 满脑的阴谋论 还口口声声 对 说对国族好 所以 就是我也弄清楚 这阴谋啊 一个阴谋 接一个阴谋 一个阴谋 就在中国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本来其实就是一个 落国负的体能 能不能 打比赛的事 其实这件事 他妈在 哎呦 如果这事发生在法国 或者英国 就是队一出个证明 或者是新闻发布会 教练一说 这事就没了 你看阿里 现在也打不了 那就可能是状态不好 或者上看台就完了呗 对吧 有的时候新闻发布会 问教练 为什么这个人 没进十八名单 伊斯科为什么没进 那其他那说 我是也很 我也很那什么 但是不是 那个安吉洛蒂说 我知道这个 这个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但是不得不说 我们现在确实 得面对这样的选择 完了 这事就完了 这事就完了 其实 就是有人也关心伊斯科 为什么报不照明啊 哎 发布会议说 教练也说 但是不得不面对这样的 就类似吧 这种 在咱们这儿 所以我说呢 就国家队呢 这个公关啊 这个媒体啊 每天老在那儿 什么做个直播 什么的 你倒真的干点事儿啊 你倒真的就针对 你说大家都关心规划 你早点说不就完了吗 但是可能是怕什么 怕烟幕弹 你要说 那现在这哥俩正在恢复 那对手一听 呦 这俩烟幕弹 他们的 那个什么 那个 上 上不了 上还是上不了 哎呀 真是 就这么一件事 你说惹发了多少事儿 但是后来也 我也想清楚了 在中国对目前的这个战绩 永远跟不上 理想化的人 明白了吗 就永远跟不上 你现在三胜一平 都有 都会有人吗 你信不信 你前面三场全赢了 你打阿曼 如果又输 又平了 还会有人吗 这他妈 其实就是 怎么说 哎呀 说不上来 说不上来 行了 今儿就到这吧 还聊吗 罗国夫自己回应 人心不足 舌吞向 一会儿有解说 什么解说 把哪儿解说 什么解说 今天有什么比赛 都几点了 三点了 七个小时是吧 哥们挺厉害的吧 但我知道 没有用 但我今天我就向他们表明一点 我不知道有没有总抖音过来的 就说 他你怎么敢 你怎么敢开直播 我怎么骂死你 我真的不是吓他的 对吧 我只是想 就是反正直面你们 对吧 你现在他也在骂 仍然有很多人在骂 你看 就傻了吧唧的人的留言 方向是这样的 所有人都骂你 但我得感谢你呀 没有你给李铁战术大师 发微信 换下洛国父 我可要输惨了 就他们现在真的信 是我给李铁发微信 让他赶紧换下洛国父 你说这他妈对李铁 尊重不尊重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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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欣欣怎么着 王欣欣昨天实在忍不住了 说你们球迷别老说 不抱多高希望 打出血腥就行 你们都是不说实话 你们就是为国人的东西认为 王欣欣叫话对 就是球迷他咋样 所以你说最简单的就是 其实你说媒体人都应该知道中国队 但是就是什么 我告诉你 你就不该带着国父这句话 有一天会被证明 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讲 真是对的 你说你带他 他也没 他也不能给你赢球 但是你 因为你带着他了 也惹出这么多事 惹出这么多事 轩然大波 李铁铛下课 我认为 是 大概率 但是他反正 但是他反正现在 你说澳大利亚 这东西反正也就这样了 然后11月12月 因为明年春节 你想想明年春节打越南 他得想 万一你带春节再数个月南 如果还是离铁 这事情就不够办 你要换一个 网铁 可能还好点 所以铁子很难 很难 真的 他换人输 你还怎么办呢 领导那时候想的就没有 你们不都说换了 换了一点是吧 如果我不换 你输了 万一输了 吃瓜落 对吧 老百姓那么大的呼声 要下 你不下 结果你看 有事了吗 对吗 反正 你说换是吧 换了换了换了 换了 拉拉拉 拉什么 拉度 什么 油锣 奥拉油锣 来了 奥拉油锣 来 油锣 螺子粉 完了 就输了 输了 你们不是 你们不是换离铁吗 我们换了 下了 奥拉油锣 来了 请来了 还输了 输了 那你 中国足球 就是这样吧 对吧 不好干 中国这事不好玩 上上下下 底下 一堆什么 楼椅 一堆大聪明 中间 还有是 这个 那是 人情事故 上面可能还有 高屋建领的东西 这是个怎么统一 你想一想 怎么统一 无常怎么拼呢 万一能出现 中国队就即使 好运当头 出了线了 我告诉你 重复的是什么呢 02年世界杯 出去 被人打死 回来 一片霸声 来了 又是一个轮回 20年后 板大哥扒了 是吧 脑袋掉了 板大哥扒了 20年后再线 这句话有吧 中国 二十年又轮回 年轻的朋友们 今天赖小灰 当其穿二 宽冠到你 年轻的朋友们 今天赖小灰 再过二十年再相会 锻炼新人 国中哪有新人呢 谁是新人 谁是新人 国家队如果锻炼新人 赢了行 输了就是 拿国家队练兵 再怎么着言 国家队你胸前是五星红旗 怎么能随便练兵 那输多了 你不拿 都死了快 还不拿着练兵 你还想干什么呢 很难 知道吗 所以 我想表达的就是 足球 中国足球 要想真正的腾飞 早呢 早呢 如果你是个球迷 你盼着诸位 打进世界杯也好 或者干什么 干点大事也好 我告诉你 永远 最近十年 十五年 永远是小概率事件 你要做好准备 为什么呢 因为基础不行 文化的基础不行 就这舆论 跟二十年以前一样 二十年前 中国队冲击世界杯的时候 整个过程 你再回过头看看 也是阴谋论 到处都是 也是 保米派 倒米派 也是媒体各种带节奏 只不过 不像现在 因为那个时候 主要是报纸 现在都是网络了 没有主场 要有主场 阿曼没有人能能赢下来 真的 如果有主场 因为 主场 你至少裁判 不会 不会坑你 是肯定的 你真是死不承认 自己有问题 我的什么问题呢 你告诉我 你现在揪住我 哪句话 你是揪住我 洛国富就不该带 还是说 你揪着我 说 我说三个外员 当时不具备首发 你告诉我 就是 你认为 就你认为 我哪个错了 咱们单聊 你别拉黑他 我操 你不用拉黑他 你们 你 扪心自闷 是不是中国足球的罪人 我是中国足球的罪人 就是 这是怎么论的呢 就是 怎么论的 我是中国足球的罪人 是怎么论的呢 是 你们把这 你们能看见吗 可以截图 这个 挺好玩的 你们看不见是吧 哦 我给你们拍一个 你们看一下啊 这有一个小弹窗 你们 还你们啊 那他们门还写着 你们心自问 是不是中国足球的罪人 跟他连麦是吧 立即解答 结束解答 解答完成 我说没了 叫连 敢连麦吗 敢呢 我敢连他 没 不是找不着了 我就一 他是匿名的 就是 我是 他妈 我是 我为什么是中国足球的罪人呢 我他妈 这是怎么论的呢 这是 final 这是怎么论的 就是我他妈成罪人 他妈这两天 我怎么 秦桧 铁路公司 懂贼 高鸿波会不会接手离铁 我认为不会 为什么啊 高鸿波已经是中国足协副主席了 高鸿波早就被中国足球伤了 高鸿波是六十 六五几年的 六六 不六六年的 还六五年的 不会再干了 有一足协副主席搞过清训 接下来清训是重点 完了 操了心干什么呢 都已经伤了一次了 而且高智老可能他这个性格个性可能也 驾驭起来也很难 你说现在就是 没上场的球员都是牛逼的 曾经走的教练都是牛逼的 跟李铁比全都是世界名帅 就是中国很多人的这种心理 其实当时骂高鸿波的也是他 也有他 连线六五零零 六五零零说什么呢 六五零零 比赛之后发布会 不承担责任 这件事是这样啊 你看啊 第一场打澳大利亚 我认为他应该出来说一下有点责任 但是呢因为这个这个错有点太就是就有点不好意思说了 就这个错确实是有点大 那么打日本没什么错 你让他说什么呢 打越南 打越南赢了还有什么错吗 虽然说波折一点 打沙特 错在哪呢 你认为他错是认为他没上规划 他不那么认为啊 另外一个可能打阿曼 你会认为换人有错 但是他说的是足球很奇妙 乌磊那球要进了呢 乌磊那球要进来有错没错 这个换人 所以你要一定逼着他说 一定要让我说 我认为他要真上承认只能是第一场 后边的都是任何队伍的教练 你要说这么多就能错 那他们的克洛普 瓜迪奥拉 突赫尔每年也得承认多少错误吧 你告诉我 凡是都弱队没赢的 都是有错啊 对不对啊 那每天他们发布会就不用聊了 就全都是道歉就完了呗 李铁发微博澄清 你们的关系 什么意思 快干中国足球的微博 什么意思 徐亮看好哪几个小将 谢峰看好哪几个小将 杨晨看好哪几个小将 你看好哪几个小将 不是 是这样 就是徐亮 徐亮 吴王中尼奥吧 就是他可能看的类型 跟其他的还不一样 但是谢峰没有太聊过 那我可以说今天 杨智岛表扬的吧 周宇诺 魏子轩 老二 大概齐吧 大概齐 没有太多 没有太多 那苏讯呢 他就 他评价就是苏讯呢 可能打强队 不能打 不能不能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苏讯 他说他可能频率得快 但是他说呢 他适合一种打法 就是说 你要不快不慢 他没问题 但你要是求快 他就不能打中场 这个道理很简单 就比方说 我们是 有实力有优势的 我们不用 我们不用那么打反击的 不用那么快 就是通过这儿 扒一坐 扒那 他说那没问题 但他说你们要 扒扒扒扒扒扒扒 他就打不了 地震了 已经经历了好几次了 那机有什么机啊 你是 6550说什么了 刚看完 一一一东东 什么 刚看完什么 一一 不是 咱们能不能 就是因为我知道 今天来了不少朋友 我也不动员你们去 非得加我的 呃 为家会员 我也不让你们买东西 今天晚上 咱们纯粹一下 就是我最后 就三点了 就有没有 还没清楚呢 就是咱们就 今天晚上就聊 你把这个 就是你现在头脑当中的疑问 行吗 咱们真心话 大冒险 谁说假话 谁死骂 行吗 你你你问几个问题 我回答一下 好不好 6500要辩论的 可以啊 在哪呢 这人在哪呢 为什么什么 为什么人 优势换人 自断臂膀 对 你要说 我不说了吗 就是 他他他进入到一个程序了 这个从客观效果来讲 肯定他这个有问题 但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是一定会造成丢球 必须输球 这个不好说 我不说了吗 你说他上去以后 吴兴涵那边的和王神超的配合 完了吴磊投球 就是他没劲嘛 就是没劲嘛 所以这就是足球 没有一定正确的事 对吧 你米卢他也输过球啊 是不是 米卢也输过球 米卢说 李铁换人换完了 他只是一种探讨 他也不能保证 每次都踏队啊 对吧 我说了 你看每周的五大联赛 巴黎输雷恩 利物浦平布莱顿 曼城输水晶宫 切尔西平伯恩利 哪场比赛 不比李铁 平阿曼 罪过大呀 对吗 如果我们单纯的来说 中国跟阿曼好歹是平起平坐呀 打个一比一 不行吗 你利物浦平什么 平布莱顿呢 你曼城平什么输水晶宫啊 你切尔西那么强 你怎么平伯恩利呢 你曼联他妈的 怎么就输给 这利物浦五个呢 拜人怎么输的门星呢 就说 你一定要这么 陷入到这样的一个 标准来去要求李铁 不能犯错误 卧槽 那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 能符合你 没有人能符合你 森宝一 也他妈输给阿曼了 韩国也平伊拉克了 日本也就赢越南一个 要是中国一比零赢越南 你不骂吗 说李铁连续犯错误 那么我问你 就他不犯错 他能赢哪一场 你告诉我 不犯错 一个错都不犯 你告诉我 他能赢谁 赢谁啊 首先一个错不犯 是不可能的 你就允许他 他无赏比赛 犯一场错误 哪场 你说哪场 他去澳大利亚 他犯不犯错误 他也得输 就这么简单嘛 哇擦 你说这要求 人家阿曼十号没上 阿曼十号要上 中国队 没准 没有 没有 赢不了 那场比赛的数据 明显赛前是西中国队 平手盘 西中国队的 只不过没打出来 阿曼没打出来 阿曼没打出来 那个球明显的 平手盘就是西 西中国队 压中国队的 我当时就跟 这谁 这个 这个周总 我就探讨了 我这个 我感觉是西呢 因为阿兰洛国父上场了 老百姓这么多长时间 不就是期盼着外援吗 完了打深圳又进球了 然后又是所谓的主场 完了又是平手 平也不出钱 这不是西中国吗 这说的没道理 那什么有道理呢 那你们就 我说了 李铁 赢不了越南 赢不了阿曼 输尾阿曼就下课 他下不下课 真跟我没关系 你 但是我知道 你这种要求 要求谁 谁都到不了 就这么简单 你把李铁换进去 我没意见 谁来呢 李肖鹏 李肖鹏来 也是这个标准 他也做不到 不能犯错 必须得赢 赢谁呀 就这帮 就这帮杂盘 赢谁呀 你告诉我赢谁呢 能赢个越南 下一场能把阿曼赢一赢 就完了 就 还非得赢谁呢 你这么平手盘 西中国队 是不是阴谋路 那博彩公司 当然是阴谋了 所以你说 你傻了吧唧的 赶紧滚蛋吧 好吧 你都不知道 我说的是什么 你都不知道 我说的是什么 你就想逮着我 我说我阴谋 我说 我说中了你的阴谋论 你就得逮着我阴谋 那他妈废话 博彩公司 能不有阴谋吗 不有阴谋 怎么挣你们钱呢 赶紧滚蛋 别在这了 我掰开了 揉睡了 说你什么都狗狗 什么东西你都不懂 你就别问了 直接赶紧去 再骂我就完了 别跟我这对话了 看中国队的微博干嘛呀 李铁的言论 他不是偏激 他说中国人 由中国队带 这球啊 这事说的不对 但是他说 所以我曾经在会员车上 我分析过 就是李铁 为什么脱口而出呢 他一定是根深蒂固 因为他看过很多外交 李皮啊 或者是卡马乔啊 或者什么的 他也经历过 他知道外交带中国队啊 根本没有沟通 没有真正的平等 球员都怨声载道 所以才能他们出来崩盘的比分 明白了吗 所以才能出现这种啊 将帅失和 所以他 因为他当过队员 也当过教练 也当过助教 也当过领队 他有感而发 他觉得打日本 所有人都给他拼 都帮他拼 所以他有感而发 他又觉得 零比一不错 所以他说 中国人对中国人 我帮你分析 好吧 我是李铁的经纪人 骂李皮一套一套的 不敢说你李铁跌半个字 你洛国富是你跌吗 哼 傻逼 我已经说李铁这么多问题了 我只不过没有喊他下课 那么你告诉我 他现在哪一场比赛 是输了不该输的 李皮我就说了 他甩锅会 他甩锅 他甩锅 队员 他两千万欧元 老回家度假 给中国队留下毛来了 给中国国家队留下什么了 说留下个朱晨杰 一个多亿 留了个朱晨杰 那么李铁 他有错呀 我没说他没有错呀 我没说他没有错呀 但是你现在让我干什么呢 你现在让我要骂他 骂什么呢 你告诉他 我不也说了他指挥也好 还是换人也好吗 不是我擦这些人 他们脑子怎么 就那个成黑嘴 成黑嘴 还有什么套路呢 就是你没说过的话 他给你安着 他们你没说过 但他非说你说的 然后他在 拿这个帮他把子 他骂你 这成黑嘴 什么叫李皮 李皮他甩锅队员 李铁要甩锅队员 我也骂 我认为一个世界名帅 2000万欧元 0比3输了 0比0 菲律宾 1比2叙利亚 还不该骂吗 该不该骂 李皮输的谁呀 凭的菲律宾输的叙利亚 不该骂吗 李铁输的谁呢 说的沙特 日本 澳大利亚 凭的是阿曼 李皮凭的是菲律宾 阿曼菲律宾谁的 谁行啊 高风波我骂了 我是骂的 封闭的性格 固执的这个 这个这个 就是认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政治都不用 我骂了 还有什么 你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我就觉得中国对高风波的 多疑的性格是错的 李铁在训练当中还能有笑容 26个人还跟着他 给他卖命 这就比高风波强很多 这实话说 高风波走哪跟哪 对抗吧 是吗 长春 江苏 贵州 是吗 贵州跟孙纪海 长春跟王栋 还是杜真宇 是吗 是不是 江苏跟谁 我也忘了 是吗 李铁的失败在于不会用规划 是吧 他们又回到原点了 我认为 怎么叫不会用规划呢 就第一场 他们不具备比赛能力 第二场打日本 0比1落后 派上去了 证明着他们确实没有 足够的体能来支撑 你去看看那个日本吗 他们俩要牛逼 打日本能零射门吗 也踢了三多分钟 对吗 然后就是越南 越南不是没让他们上 积蓄力量要打沙特吗 完了打沙特 不就是下半场上去 不就进球了吗 你说下半场上进球 所以就应该上半场用 是吗 那是一个月前 他们能有完整的 对抗上半场的 这个节奏的能力吗 你不知道吧 我也不知道 国家队应该知道 然后不就是 打阿曼首发的吗 这不一个一个节奏的吗 一点一点 随着体能 随着他们整体的意识 回防意识的提高 这怎么还用他说 李皮能玩出花来 我不知道能玩出什么花来呢 中超是个屁 对 就是李皮 中超冠军 中亚冠冠军 是1915 不是 2015年的事了 1315年了 6年了 就不要再幻想着 说这些人 加上点 本土球员 就能亚冠了 你在亚冠上 你在亚冠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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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 这亚冠怎么样 这不最新的亚冠 不都是急于糊涂了吗 我不想再评论 黄建祥怎么着了 你要认为对就对 你要认为错就错了 我不想评论了 没什么意思 这东西你说都是 关公战秦琼的事 全都是那么假设 你说那 那你要是假设 那五蕾球轻了呢 你还骂吗 是不是 假设那个 易东水眼 那球船刺了呢 中国不就凭日本了吗 对不对 有什么意义呢 我就纳了半了 所以归结还是得 就是这个队 现在的成绩 符不符合他的实力 你说不符合 那就是教练有问题 你说符合 就大概行 你说 超出了预期 那就教练牛逼 就这么简单 就取决于你定位嘛 你觉得中国队 是什么定位 你说中国队 怎么着也能小组店 那你就骂离铁 不就完了吗 你去骂呗 你要说中国队 谁能帮我择小组店 完了 我才给钱 全世界 全世界没人来接来 全世界没人来接来 什么队也拿小组店 啊 日本沙特 澳大利亚 你干这两个 啊 这个我再说一遍 如果规划 也没有帮助中国队打进世界杯 那么我告诉你 规划这步棋 走的真的是太差了 既没有归出成果 也没有真正的归出一个未来 书都他妈不知道怎么总结 完了这些人转身 恒大一崩 转身走了 回国了 再把国籍一恢复来 几个亿几个亿就没了 如果规划说 你说规划就前面 就有的打不了 有的状态又下滑 他不是不用 如果你现在就认为 打第一场 如果要把洛国富 我懒得弄成天 我们就三胜了 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 行吧 好吧 所以我觉得 能聊到一块就聊一块 所以各位会员 咱们的以后的日子 咱们再好好聊 今天因为抖音 被我把我封了 我没办法 我只能 我只能来这儿 对吧 所以咱们就就此别过 好吧 剩下的白嫖党 蓝精灵 就此别过 我该说的 我都说了 我该说的 我都说了 你愿意信 你就信 规划用好了 至少七分 何止 七分 十一分 好不好 好吧 去 骂李铁吧 骂吧 没问题 你去吧 我绝对不拦着 因为我没法说服你 你有你自己的认知 你坚定的认为 只要规划好了 中国队就什么七分 什么十分的 你随便吧 好吗 你随便吧 好吗 你看看 这个世界上 你能够看到的网络上 哪个专业人士 在提醒 说李铁有一些问题的同时 哪个专业人士说规划能帮我们拿到七分十分的 你自己看看 好吧 再见 七小时十八分